一開始我們要跟大家報告一個小故事 大約在十年前呢 在這個西羅這個地方有一位少婦 當時只有二十五歲 然後他就跳魚池自殺了 然後留下一個兩歲多的一個小寶寶 那因為他的先生呢 也因為淹毒案就入獄 所以就是小寶寶沒有人照顧 就被安置在一個這個育幼院裡面 欸 可是奇怪的事情來了 這個小寶寶呢 從他母親跳魚池致敬以後呢 這小寶寶從來沒有停止過哭鬧 他只要醒了就一直在哭鬧 怎麼會這樣啊 而且那如果沒有在哭鬧就是在聲音 反正就是那種錯氣那種聲音 只有睡覺 對 只有睡覺才是安靜的 然後這個廟方就覺得很奇怪 就跟家屬反應 然後這個阿公阿嬤就覺得 欸 那我們還是按照我們傳統的辦法 去廟裡面求神問母一下 結果呢就當時就補了一個米掛 那補了這個米掛呢 欸 就很奇怪的米掛出現了三個洞 那非常巧合的就是 他母親的跳魚池自殺的這個地方 也叫做三格魚池 所以他廟方就覺得 欸 那是不是跟這個有關 結果就把握地請這個鈴來問他 欸 就發現 可能是因為媽媽太失念這個小寶寶了 然後擔心 所以於是他阿公阿嬤就跟這個 過往的媽媽報告 就說 小寶寶現在已經被安全地安置了 那請他可以安心地上路 欸 懸就懸在這 這說完這個呢 這個小寶寶就從此沒有哭到 乖乖地長大 那個小孩子只有兩歲嘛 對啊 是不是就是我們有時候同年記憶當中 就是會特別跟親人之間有這種心靈的溝通 那就是捨不得 一方面是往生者捨不得小孩 但是小孩子也捨不得媽媽 我覺得這故事比較令 因為我覺得很感動是這一點 那因為他雖然走了 但他就是沒有辦法離開他 他可能想要知道他的孩子在育幼院的狀況好不好 其實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就是說 很多小孩子剛出生 或出生沒多久 比較不好養 啊不是讓我們罵罵 其實很正常 因為我們的祖先會來看 欸 你親這兒子女兒子會來看 像剛才我們主持人講那個案例就是說 因為這個媽媽死掉之後 他很擔心他的小孩 所以為什麼小孩 他平常都一定會哭鬧 是因為有時候媽媽會抱這個小孩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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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要知道 鬼魂摸這個小孩的時候 小孩本身就會不舒服 再來是因為 你這個靈體來靠近他 這個小孩是晚上根本沒辦法睡 所以整天哭鬧的原因在這裡這樣子 喔 因為這個小寶寶 他到育幼院的時候 其實還 就他每次手就 他手就指著某一個地方你知道嗎 對 他就指著聖門說 你的眼睛怎麼了今天 不是 人家不想聽 不是 因為媽媽想念你 所以哭了 其實一般來說 像媽媽她想念小孩 這個南部曾經有過真實案例 就是有一個叫關中產子的這個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有有有 那其實他其實生下來之後 其實那個時候 生下來之後那個媽媽後來 其實在關中的時候 她是大肚子嘛 所以她在關中的時候 她還是想說 如果她死掉的話 這小孩就跟著死掉了 所以其實後來這小孩還是出生 出生之後 你知道她已經死掉了 可是後來在後來的差不多 比如大半年裡頭 她其實一直在附近 會去一些雜貨店什麼 去買一些比如賣鴨湯 或者是我們講說奶粉 她雖然自己沒有辦法去哺乳去餵她 她還一直去想想怎麼樣去照顧她 後來那大家知道這個事情 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每次來你買個東西 第二天早上一打開 沒有那個錢沒有看到就變明指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就決定偷偷跟蹤她 最後跟蹤她 她發現到目的就不見了 後來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大家就講怎麼辦呢 就去把她打開來看 發現裡面有個小孩 還是白白胖胖胖 還是活著的喔 哇 對啊 所以其實 我一直相信民間有一些說法 就是說其實你怎麼樣去祭拜這些往生者 尤其是拜祖先喔 你拜拜的模式 你是不是心很虔誠 其實它也影響了你 也往後的一些家運 跟你的事業 這我是相信的 那現在其實又到了清明要祭祖跟拜拜的時候 那今天也是我們討論的主題 你該怎麼拜 用什麼樣的方式拜 才是正確的 對還有就是拜拜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我們來聽聽看 看看我們今天的VCR 中國人十分重視清明掃墓祭祖 隨著作為墓地的空間越來越少 加上接受火花觀念的人也與日俱爭 因此有許多人開始選擇林谷塔 作為最後的安息之地 想知道林谷塔怎麼祭拜才正確 挑時辰又有什麼學問 而什麼樣的經濟又絕對不能犯 另外塔位要怎麼選 才能招財開運又興旺子孫呢 今晚的第六度空間告訴你 是的我們今天的討論主題就是 是跟我們這個清明掃墓的祭拜有關 但是我們現在出現一種狀況就是 現在很多人尤其在都會區裡面 大家就是變成燒成骨灰 然後這個放在林谷塔裡面 所以就變成我們在祭拜的時候 有林谷塔 跟這個有土葬的這個墓地 那林谷塔怎麼祭拜 墓地要怎麼祭拜 我們今天來談談一下 林谷塔怎麼祭拜 是 不論是這個土葬火葬 都葬完之後還是要慎中追元 那當然 我們一般有人是清明十節才回家 回這個祖墳去祭拜 可是其實有的人更孝順的是 每個禮拜每個月去看 那可能要很近吧 對 那這邊有一個新聞案例 我有帶他的照片來 看完這個照片之後 我相信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可能你現在看完節目 馬上就衝去看看你家的 林谷塔或是祖墓 不會吧看完快一點 有喔 這個可以看到 因為這個 有一個新聞案例就是說 有一個王先生 他就是剛好父親過世了 父親過世之後 然後也放在這個林谷塔 這個林谷塔也是很有名喔 這個我們周杰倫知道 在這個台北市很有名的林谷塔 那他父親過世 當然我們民間的習俗就是 有錢沒錢 討個老婆好過年 那七七之內 就結婚了 那也有洗房 有新房 新房佈置的時候很奇怪 住進來之後這個隔間 房間的隔間一直漏水 然後一直有別婚就對了 那是師父的問題 對就不懂啊 全家大小就一開始 每天都夢到很奇怪的夢 以前夢到一隻手 一隻腳 眼睛 嘴巴 隨便夢就對了 一天都晚夢 你只好夢到那個地方就出事 什麼意思 夢到手 手出事 兒子夢到手 他就哇 手受傷啊擦傷啊 媽媽夢到腳 出去被車撞到腳 就是很奇怪 一直連貫的發生 那連貫發生之後 他就問了師父 師父說 不然這樣子齁 你要不要去這個林谷塔那邊拜拜 他說我真的很忙 因為他們住中南部 他就放在北部這樣子 他說那怎麼辦 就想著想著 晚上真的夢到爸爸了 夢到爸爸 已經過世了爸爸 然後爸爸就跟他說 你們那個師父啊 人品不是很好啊 隔間做得很不好 偷工減料 讓爸爸連個躺的地方都沒有 然後他說不會啊 我們房事做得很好 爸爸就不見了 不是對不起 施工施的不好 爸爸連躺的地方沒有 兩碼式吧 兩碼式嘛對不對 而且爸爸也不住家裡啊 他越想越奇怪 然後又跟那個老師講 老師說 你一定要親自去林谷塔看一趟 看看爸爸到底出什麼狀況 不看啊 一看不得了 怎麼樣 那個家裡的那個 他放在那個 家裡的隔間是OK 是師父做得沒有錯 可是去看了那個林谷塔 那個台北市非常有名的那個 專門放安錯的地方 發生火災 他發生火災 怕家屬知道你知道嗎 然後就把那個 他本來那個隔間是木頭的對不對 用保利龍 這個看到你會 你看 保利龍隔間寺廟鄰谷塔亂 是保利龍版 所以他說 一直說隔間有問題 隔間有問題 他講的是這個隔間 這種行為講得很文雅一點 真的夭壽了 還有更糟糕的 那發生火災之後呢 那消防隊是不是來救火 對 一救灑 哇 沖到塔了 那個骨灰壇啊 整個灑味都是粉 都是粉之外 那怎麼搞啊 那來了 那個骨灰壇不是撒亂了之後 那怎麼辦 那家屬來會看到啊 對啊 我覺得這個 剛剛你講妖獸 不是妖獸 到EST啊 頂級了 他拿那個茶葉罐 混水摸魚啊 放在那裡面 餘木混珠 你看一下這是新聞 茶葉罐 骨灰壇招吊包 臨錢淨換成茶葉罐 這是茶葉罐耶 對 對不起 那家屬如果他罐子長得一模一樣 家屬怎麼知道裡面是茶葉呢 對 因為 這個厲害 家裡一直託夢給他 然後被託夢這個王先生呢 後來事後查說 你剛剛有說 他的爸爸託夢說 我連睡的地方都沒有 睡的地方都沒有 因為裡面是茶葉 其實爸爸就睡在地上了 灑了 是不是 骨灰灑了 因為放了上茶葉罐 那後來怎麼會知道茶葉罐呢 是因為記者爆料 爆料之後他就堅持說我要開罐 一打開看爸爸 本來骨灰是白色 打開是黑色的 根本是茶葉粉 七位 七位剛才講這個案例 我處理過 我處理過 一般像如果家屬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 通常骨灰都已經磨掉了 那磨掉了 一般比較正確的方法是應該 陰魂白身 那什麼叫陰魂白身 陰魂 陰魂綁他的身體 陰魂綁身 因為他的骨灰已經都不見了嘛 通常有的廟方會怎樣 他窩窩窩的 再吸一塊 再吸一塊 吸一塊 吸一塊 然後有時候我們 遇過我們的觀眾就說 他的家屬回來 託夢說 他把人睡在地上 就睡一間 那我說奇怪怎麼骨灰窩 有骨灰就睡一間 後來的原因就是說 骨灰把它 窩了之後 再吸一塊 進去做一個 就睡到 這樣其實這樣是錯誤的 這樣 往生的祖先過得不好 陽次的祖先一定倒霉 那所以這個情況 很簡單的方法就是 通常用木炭或用木頭 寫上這個往生者的名字 那請法師或像我們一樣 把這個魂引到這個窩裡面來 再一樣把這個窩再放在 蠟固塔裡面 這樣就可以平安 正確的方式就是 那我想要問一下這個阿美姐 因為據我知道 就是每一個人 他身體的狀況的不同 他燒出來的骨灰會不一樣 而且骨灰跟我們一般人 想法不大一樣 就是他不是全部都是粉末 他其實還是有些骨頭塊 有的是沒有燒掉 那我想問一下阿美姐 如果說像我們剛剛 討論這種狀況 很多的骨灰會 參奏會 有的比較黑 有的比較紅 有的比較白 有的比較 其實他看出來嘛 對不對 這我跟妳說 他好像說有的那種 水槍劇 燒劇來說 沒辦法人又再喝出來 喝不出來 他才燒劇已經染了 要跟通知人家師來 這最好 最好 最好說的辦法就是要這樣 跟家師說 這就沒辦法 對啦 大家公平公平 對 這個基金 都沖到電路了 現在就是 我把他叫給他 是 變萬元堆 是是是 你不要把他處理掉 對啦 這處理掉 對處理的人不好 所以才會有很多家庭的工作 美姊啊 我順便問妳一個問題 林骨灰 我們一般我們這裡擺 到底是要怎麼擺 因為現在 空氣很發達 你知道嗎 人家有像電腦 打打打的也可以擺 上網追尸 線上追尸 對啊 到底林骨灰 我們一般人要拜祖先 要怎麼擺 我們平常 如果有什麼人 是一定會到達的 到達的時候 我們船去拜 對這個 有的是 地獄王 佛祖 跟這個 統治公 這一定要先拜 對 在拜好的時候 我們再來拜祖先 祖先 祖先比一個 伊尼多幾盞 多幾盞 多幾盒 你這都要把他 搶出來 要搶出來 你要照顧他的金文財布 你最好要把他寫名 寫他的名字 多幾盒 這要給三人 沒有人那幾盒 那一盒一盒就寫 沒有 寫一盒就寫 有一包 一盒就寫 也沒關係 也有人打紅 一盒一盒 這這樣比較不用唱 我當時 很少人說 他的東西都用唱 都沒人吃 又沒人用 這樣說也是無理 真的 因為 人家放在裡面 最多就是阿公阿阿嬤 阿公阿 所有阿公都出來 阿公都出來 你一定要叫 叫 叫 名字啦 名字啦 幾盒 這樣叫 比一個人說是阿公 你只叫名叫好 再叫請阿公 這沒關係 先呼籤他 然後跟他講說 大概什麼時間之後 我會畫給您 請您記得來領取 收取 我們請這個叫阿公 叫什麼名字 不要叫阿公 叫阿公的時候 大家阿公都會 我就是阿公 兩萬幾個阿公 因為那裡 那裡都有 很多的 有的是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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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這個 有的這個 有的這個圖裡面 放到萬多點 你去拔的人 你去拔的人 所以如果沒效 不然這樣 先來分辨 很多人拿去敗 都說不大 阿美老師講到 我之前出道前 是在零鼓塔 沒有 當然他提到那個 祭拜 那個是一個重點 像我們塔位裡面又 對不起 我突然插 我覺得你也蠻屌的 周立元是賣歌 你賣零鼓塔 都蠻屌的 方式不一樣 如果文明哥要買的話 OK 我現在買有比較便宜嗎 沒有 你比較便宜 別人就比較貴 好 謝謝你 好還有言歸正傳 現在是講清明節 對對對 然後再講零鼓塔 因為小弟 國春出道前 在零鼓塔做了蠻多年 你一共做了多少年 總共在殯葬業 大概三四年 你這麼年輕 就做了三四年 我退伍 一退伍就從事 對對對 然後剛去的時候 因為本身是為了 那時候是為了環境的生活 才進到那個零鼓塔 然後一開始去 都相當無事嘛 因為先生一定要被資料 公司的價錢 討會什麼什麼 有一套說詞 然後就有一天 有一天 像剛才清偉大哥說 那個做夢的 很特別 有一次我接到一個 往生者 他是也是 等一下等一下 你接到一個往生者 電話電話 不是不是 往生者打給你 不是啦 骨灰罐 就請骨灰罐進來 然後我要去請問 今天的仙人 對對對 請問仙人今天是站錯 還是要直接進竹塔 什麼叫站錯 站錯就是還沒有選好日子 先放在我們的側墊 暫時安放的地方 暫時安放的地方 暫時安錯 對然後就請 他說是站錯 然後就請他去 因為我們那個有生肖 他就選了 比如數老鼠的 大家數老鼠的側墊去 然後他選了一個位置 對然後 欸請問 王先生請問 您大概看到什麼日子 要進他 他說我會再通知您這樣 結果隔天當晚 因為他那個都有照片 然後那個伯伯 就來跟我講 你說過往那個伯伯 對對對 因為在夢中 一天要看太多的往生者 太多 沒有印象 你要看很多照片 對對對 他兒子啊 打電話去我們公司 他說指定要找我 因為那一天是我服務的 他說陳先生不好意思 有一個很冒昧的事情 要跟您說 他說 沒關係您說 因為我還沒開口 我想先知道他要跟我講什麼 他說我父親 我最近都常夢到我父親 他說他跟他說很冷 我說我也夢到了 他說他就很開心 你也夢到了 我說對對對 然後他跟我說 我就說 王先生請問您是不是簽帳 從別的地方簽過來 不是 對對對 他說是 您怎麼知道 因為我一般 因為我們在那邊做久了 多少會有感覺 就說簽帳的話 應該搞不好是 你的骨灰罐裡面有積水 導致他很冷這樣子 他說 他說有可能 他說那 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話 我可以請我們這邊的摺日師 然後請我們這邊的檢古師 幫你學個量成吉日 幫你把那個骨灰罐打開 他說當然可以 因為他也夢到我也夢到 結果我們選了一個量成吉日 打開 果不其然 打開裡面都是水 骨灰罐大概三分之一 下面都是積水 可是對不起柏春 骨灰罐不是都要密封嗎 可是呢 他是長期在那種潮濕的 有水的地方 因為水是那種無孔不露的 你知道嗎 對對對 水氣 然後日積月累 日積月累導致他 他跟我講說 他兩三年 這兩三年下來 家運也不好 骨頭也常常痠痛 風濕痛 我就跟他講說 王先生你那是風濕痛 他說可能多少有影響 然後 後來 那一天很奇怪喔 因為我們三支寶塔那邊 常常下雨啊 很陰冷 潮濕 潮濕 那一天就很奇怪 是大太陽 對對對 然後 那個檢古石就很虔誠的 我們就一路 因為我要陪同嘛 就把他打開 然後先曬乾 曬乾之後 因為沒有那麼快 磕生末日期 然後就把他安置好之後 欸 可是沒有多久 進竹塔之後 那個伯伯來謝謝我 真的啊 他說謝謝你啊 小兄弟 他用外申口 小兄弟 非常謝謝你啊 非常的凱香啊 就是這樣子 欸不會不會 你應該是閃通人啊 我不曉得 祝人為快樂之本 佛村講這個案例啊 跟中國時報2004年 因為要正確的把它講出來 2004年的12月14號 林姓菲小姐記者 所記載的一個新聞 幾乎快要一樣了 那他是講說 也是七代祖傳 簡古石啊 姓黃 叫做 我怕講錯 叫黃中謀 張中謀那個中謀 那他太太叫林立華 那鹿港 那個大概有一個十幾年 累積了一個亂杖鋼 那他興建體育場嘛 那興建體育場那個亂杖鋼 要重新要 就把他挖出來 那就有一位太太就拜託那個黃 這個黃先生 他的兒子叫黃永斌 那幫忙撿撿他的兒子的屍骨這樣 撿撿撿 他就講那個墓應該是 因為那個亂杖鋼其實有的那個墓碑 都已經年久失修了 你被偷走了 他就把他挖出來 挖出來一對 欸不對啊 我兒子是二十幾歲 你弄出了一個兒童屍骨 明顯不一樣 對不攏 那沒辦法 可是已經挖出來了 挖出來那一定要放嘛 一定要放 然後人家說 這個挖出來了 不然人家安錯也不好 結果弄一個木牌 就寫說這個報善恩 報善恩 報善恩 三個字啊 也不知道名字嘛 報善恩晚上呢 那個黃先生呢 跟太太都夢到一個小孩子 穿一個那個藍色的那個 那個 那個制服 然後白色的這個 藍色的褲子 白色的制服跑出來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黃伯伯 黃媽媽 我的名字叫做陳天宋 我叫陳天宋 那名字都講出來 叫陳天宋 那回去他連續出現三天嘛 然後家人就說 欸 黃先生跟那個林小姐說 欸這樣不行喔 人家講名字的齁 那應該是這個名字 就把那個報善恩 那三個字弄掉 換另外一塊墓碑 準備要把他安錯 那個到領古塔去散 就寫陳天宋 這三個字才剛寫 不到三個小時 有一位太太來了 說欸 聽說你們這個亂葬 剛重新葬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欸 這個孩子 這個名字跟我孩子名字 一模一樣欸 我孩子也叫陳天宋 那之前好像也是葬在這裡 真的嗎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你家 看一下照片 因為那夢中不是有個小孩子嗎 你看照片 完全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同一個人 那趕快那就是 那就把他弄成 趕快安錯 把那個弄到骨灰 弄到領古塔去了嘛 去安錯 安錯開始 欸這黃先生家裡就出一些很 很玄的事情了 這黃中某先生說呢 他跟林立華小姐 他們有工作室 在處理一些這個 人家那個 往生的事情嘛 處理處理 聽到那個瓦斯爐 自己著火啦 然後聽到流水聲 那記者訪問說 這什麼稀奇 可能有沒有瓦斯爐的關 沒有啦 我家裡沒有瓦斯爐啊 水管早就拆了 每天晚上自己會瓦斯爐打開自己放熱水 然後最特別是 他那個兒子叫黃詠斌嘛 生了一個孫子 很小 那個還在爬行 樓梯摔下來 你知道樓梯旁邊都有尖角 他們距離有點距離 看到小孩子要摔下來 去救 他小孩子應該碰到那個尖角 自己在空中旋轉了一圈下來 小孩子沒哭 高興 那小孩子其實已經會講話 大概兩三歲 會講寧南語 這樣子 後來稍微大一點 問他說 那天你怎麼會自己空中翻跟頭 他說 沒有啦 其實很多叔叔伯伯來扶我 有人來扶他 所以說你看這個做好事其實是 老天爺在看 而且這個冥冥當中 不見得說這個 檢古師都遇到靈異事件都是不好的 但是我這邊要請問一下這個 謝仁金老師 這個 因為前一陣子這個 我們在討論說 這個兩位蔣總統要不要安葬的時候 我覺得有個觀念 是影響我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 所謂入土為安 那靈古塔其實他沒有入到土裡面嘛 對不對 那他一定不好吧 其實一般來說 以前的人是認為說 中國人 我們講有土是有財 所以說如果沒有葬到土裡頭去的話 他認為是比較不好 所以以前的人說 最狠最狠我的報仇方式是什麼 就是讓你死無葬身之地 就連你可以葬的地方都沒有 那靈古塔不就等於是沒有 他有骨尾管啊 對對對 但是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講說葬的方式 本來就有很多種 那其中當然也有不同的方式 那所以一般來說 只要地點好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即使我今天要葬在 所謂的靈古塔來說的話 他也要看看那個 我們講說地底上面 他那個龍脈那個 那個氣有沒有在那個地方 有那個氣我們家裡的 這個地方才有辦法興盛 很多人在賣靈古塔 可是不是每一家都賣得好 風水上面如果不是很理想的話 其實他們也是不是很理想 那不過我們這邊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這樣講就 像剛剛提到的托夢這一種 這個是真的很多 通常一般來說我們再講 像剛剛提到很冷很冷 大部分來說都是 大概都是那骨灰台裡頭有進水 那另外我有遇過一個真實案件 是他就是有一個人 所以我的算一個同學的 他家裡的人 那他因為他爸爸往生以後 他就回來一直托夢 他說好熱好熱好熱 他也覺得我也覺得 他那時候對他說好熱 可是一般來說你想說 在那裡頭大部分不是都有吹冷氣嗎 就是開冷氣的 他為什麼還會熱 後來他在講的時候 我就說那你想想看 就是隔天我說 你明天早上十點左右 早上的時候你去看一看 那個地方然後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情況 後來才發現他原來是天窗 那上面有開天窗的地方 陽光剛好在角度 對那個角度裡頭照過去 就是照在那個位置上 所以一般我們如果說 你在選位置的時候 我們通常第一個盡量不要太低 不要太低 對低於你的膝蓋以下的時候 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比較低的那個的話 一般為什麼比較便宜 實際比較重一點點 那中間這樣 那邊也比較便宜 對 按那個高低來分 那中間這個位置比較好 那有某一些角度以後 老師對不起 你所謂中間位置比較好 是不是我們人站起來 大概就是 平室 平室的地方 那個最貴 這樣子啊 五六層的地方是最貴的 人站的地方最貴 你又沒賣過能那麼聊 因為我祖母 家裡有 然後再來的話 一定要稍微觀察它的環境 因為除了我們講說 裡面進水會冷以外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 你的冷氣吹風口 一般它現在盡量都讓它吹直的 盡量不要吹斜的 免得剛好吹的位置是你那個位置 直接對到往生者那個出風口 所以盡量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那個出風口 如果有人去動過 那個時候就吹在你那個方向的話 它也會有影響 第二個是上面 如果你稍微看有窗戶的位置 窗戶的光線你要稍微觀察一下 它會不會直接照到它的位置上面 那這個也會對我們後來這個子孫 也會產生影響 這樣子啊 對 老師你剛才提到這個 我想請問你 你剛才是說 選塔威的一些禁忌 那你知不知道正確要怎麼祭拜 像我們去塔威的話 要怎麼祭拜 要準備什麼蔬菜 水果 才是正確的 能不能跟我們各位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你丟問題出來就厲害了 因為我想了解一下 因為剛好講到這個 通常這個問題都是陳薇銘跟 陳薇銘問的 剛好 剛好 因為一般來說 通常我們在民間裡頭 這就是拜 一般我們所謂土葬來說的話 大部分都會拜荷菜什麼 可是一般因為現在塔威的話 它比較有一些規定 那它比較通常會建議你 就是要拜蔬菜 那通常我們去的時候呢 通常第一個就是 你通常準備這些蔬菜來說的話 如果你不方便的話 那一般是我們自己家裡準備 那你不方便的話 其實他們也有特別就是準備那種 幫我們準備好 對 那邊有待定的 對對對 那可是你去的時候呢 通常我們一般來說 要注意就是 我如果拜的是水果的話 有幾樣水果一定要注意 水果有經濟的 水果 哪些不能拜 翁來應該就不能拜了吧 對 就要跟觀眾朋友講 旺旺來 對一般第一個鳳梨 通常在拜祖先的話 我們通常比較不用 老師為什麼 祖先不是可以保佑我們全家興旺嗎 對啊 像那個貢桌不太好就是了 是 然後第二個的話就是 像我們一般中國傳統 如果你今天家裡頭都有拜祖先的話 大部分都是傳統道教 通常以前來說 禮子是不可以拜的 禮子 禮子 分禮 來啊 那像一般來說的話 禮子是因為我們道教的始祖禮子 那通常那個字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有暗示的意思 釋迦也不能拜 對 像釋迦 因為你都知道他佛教的 那釋迦是那個話 我們講 跟他的頭型很像 對 所以一般是比較不行 那但是一般傳統的話 我們在講說 如果你可以拜婚的話 一定要注意 一般來說的話 沒有尾巴的魚 是不可以拜 所以尾巴 很特別 對 怎麼沒有尾巴 對對對 一般我們尾巴是指這種形狀 尾巴 那沒有尾巴是指尾巴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蠻啊 釋魚啊 蠢魚啊 蠢魚這種 因為他就沒有 我們講沒有尾巴 好像我們沒有後代的意思是一樣 以前的人 這種魚他不拜 另外深海的魚也盡量不拜 有人因為貢品沒有買 真的就出事情 還拍到靈異照片 哇塞 真的 我這邊待會兒就可以提供一張 這個 因為小孩子沒有買貢品 沒有好好的祭拜 發生了靈異現象 還拍到靈異照片 要怎麼去拜靈骨塔 我想有一些年輕世代的朋友 我們剛才提到 現在網路上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我是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 拜拜這樣的事情 就是要身體力行 要誠心誠意 要誠心 剛剛老師也有特別介紹 哪些水果你不要拜 或哪些事情你不要做 我覺得一定要聽 真的不管你信不信 這個沒有關係啊 你就是要心誠則靈 其實還有很多的禁忌對不對 江老師 比方說什麼 過往白日滿 不滿白日的 或是三年後怎麼樣 老師你能跟我們講些 靈骨塔這些規矩 其實靈骨塔有很多的禁忌 就是說 我們認為就是說 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要讓你的運勢變好 讓你的錢財變好 其實可以利用兩個時間 唯一只有兩個時間 就是 一般你知道 你隨便燒金子 祖先不見得收得到 但唯一只有兩天 這兩天幾乎都可以收得到 哪兩天 第一個是忌日 我們生的人講生日 但死掉的人講忌日 一做一天 你燒金子給他 他可能收得到 第二個是怎麼樣 老師對不起 這地方我插花 就是 有很多的我們祖上輩的 過往很久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祭祀是什麼時候 怎麼辦 沒有關係 你就不用 所有的祭祀不要記得祖先的祭祀 就是 離你最近那個祖先 那你可以跟他講說 你的爸爸媽媽 你的爺爺奶奶 轉交給我的祖父祖母 轉交給誰就好了 那另外什麼時間可以收得到 通常另外一天是七明掃墓那一天 你到墳場 你到墳場 或是你到納古塔可以收得到 但是要收得到的條件是怎麼樣 很多人去拜拜他不知道 無人來很多拜拜他空手道 你要知道現在因為科技的發達 很多人不知道金子 但你要知道 我們遇過很多的案例 就是我的客人說 他祖先回來託夢 託夢說他都沒錢 那我 他託夢一天兩天三天 他每天都沒錢 就跟他託夢 他的兒子也都不適 這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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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納古塔他沒辦法燒金子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可以在家裡 家裡利用他的祭日 利用他的祭日那一天 或是平常我們中國有個節慶 所謂的五月五號端午節 或是七月半 或是除夕那一天 在家裡面燒 祖先可以燒得到 但請記得 如果說你到納古塔撒 我們剛才提到 納古塔撒一定有兩個情況 一個是有地藏王菩薩 一個是土地宮 所以你東西一定要準備三份 一份拜地藏王菩薩 一份拜土地宮 但你要請記得 另外一份是給祖先的 那你怎麼辦 你要跟地藏王菩薩土地宮講說 我的祖先方向哪一區 東區西區南區北區 第幾排第幾號 屬於哪一省叫什麼名字 你要講清楚 那講清楚之後 寺廟很多人也不能拿香道裡面去拜 對 你要到納古塔 那個骨灰罐 骨灰罐或是骨頭罐的前面 拜請爺爺某某某什麼名字 那我現在地藏王菩薩面前 我土地宮面前 要燒化金子給你 請你過來拿 對啊 跟他們報告一次 一定要講清楚 你要這樣燒一定可以收得到 但大多數 我們有很多的觀眾 就說他不懂怎麼燒 對 一個青菜拜拜了 欸菩薩薩薩燒啊 也有拜了 那為什麼沒有收到 是因為第一個 很多人為了節省 那幾塊錢的水果錢 那個金子錢 他沒有去拜神明 他沒有去拜佛薩 他沒有去拜土地宮 結果你要知道 鬼魂跟人一樣 我遇過這個情況 是怎麼樣的情況 是我的客人燒了好幾次給他祖先 他祖先都沒收到 為什麼 因為他燒了那幾天 剛好這個鬼魂都出去了 他是花生的鬼 他去帶了 所以他剛好 遠都重陽 就好像要給他 冠號信人沒得了 這個情況你看 像楊世堅 我們要給他成為名人 你是不是要到郵局 我們到郵局去 你要付郵費嘛 那你看 你當那古代去 你如果沒有拿錢 就像佛薩薩 你也沒有老實說 人家憑什麼要幫你轉交 老師你的手很佩 對 那我現在講了說 其實很多的拜拜方 一定要知道就是說 一定要講清楚 你這樣拜他就可以安心 這個案例在彰化西湖 就是他的這個阿嬤往生之後啊 那個孫子兒子都不理他 完全都不理 然後連那個什麼貢品都沒有 就放到殯儀館 那殯儀館問說 那你就像你剛剛問的問題說 欸你那個阿嬤齁 你往生之後 你總要買一些貢品啊 對多少嘛 你連家計公計都不辦 他說 人就死了 隨便隨便弄一弄啊 反正就趕快處理掉這樣子 他連土葬什麼都不要 就隨便燒燒 就都講隨便隨便 隨便之後 然後那個他們那個兒 因為他這個兒子死得很早 那個阿嬤等於是 阿嬤帶母子啊 帶這兩個孫子長大喔 後來那個 那個 他的爸爸等於是他舅舅 我就看不下去 出來講說 你們這樣子很不孝順耶 你們這個 欸貢品你早上買一下吧 那個說沒有啊 我們有殯儀館 我們有出錢 那個兩個孫子開始推諉 他說有啊 那個大孫子說有啊 那個我有買那個鄰骨塔啊 那個桶子啊 他說有啊 我們有提供啊 最便宜 他說你們買便宜沒有關係 他說你們新要做到 那個舅舅強制規定喔 一三五大孫子 二四六小孫子 然後呢 禮拜天兩個一起來 兩個被逼迫了 就不好意思之後去了 那這個呢 在彰化西湖的那個鄰骨塔 拍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就是他們兩個在 晚上那邊 禮拜天兩個在一起 兩個還在吵架 吵吵吵吵吵吵吵 然後 紙錢也沒燒喔 然後什麼都沒做 就是在那邊 就是弄個簡單 簡易臨堂就對了 門口就有人敲門了 這樣敲 他想說 是不是 晚上吵架太大聲 打開 沒人啊 門關起來說 啊那個 在自己家裡 不是在那個簡易臨堂 因為舅舅歸 強制規定一定要去 兩個又開始吵了 手鈴 手鈴 門又敲門 打開 還是沒人啊 那第三個就 第三次又在吵的時候 敲更大的 很急 門一打開 根本沒人了 兩個就開始害怕說 詭異了 這個是兵衣 因為那個長廊是很長 然後一看就知道有沒有人躲 躲不躲就看到 沒人嘛 欸這現在是怎樣啊 沒有了 然後可是那個小孫子 這個 很踢氣 踢氣粥啊 人家說踢氣 踢氣 他就很大聲喊 什麼東西啊 是人是鬼啊 不要嚇人好不好 亂七八糟 從長廊傳出聲音了 你們連紙錢都不燒 我怎麼超度啊 他一看 根本沒人 門口就關了就嚇壞 嚇壞之後 然後就第二天跟那個賓館說 我們該買的什麼貢品啊 什麼都要用 然後兵衣館就說 你們怎麼突然改變態度啦 他就把這個狀況跟他們講說 你們不要嚇了啦 我們自己看那個錄影帶嘛 因為長廊上面有人怕會偷貢品 他有裝監視器的 對看這個就清楚了 對不對 他是敲門的那個時間 的確拍到一個東西 拍到一個光球 自己去撞門 他們兩個不是互踢皮球嗎 就夢到一個光的皮球在踢門 你等一下 光怎麼可以撞到門 那我們現在桌上 不是被敲的皮球 劈哩啪啪啦 都是光 你可能不相信觀眾朋友 這段是新聞 不是我講的 怪公目拍到白光球 以靈異現象 就這個光 這個光球自己去撞門 你看 現在開的是一個靜態 他是動態是這樣 去撞門 去撞門 兩個孩子嚇到嚇壞的時候 你看 一定要慎重追遠 不管你有沒有買公平 你如果心沒有誠意 兩個還在那邊吵架 那那個子孫不孝 上一代會很痛苦 欸 你講到光球 我講一個短短的 短短的一件往事 兩位老師 可不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你知道我曾經 有跟許孝順 我們住過金山的青年活動中心 我跟他睡一間 然後很晚喔 大概凌晨已經兩三點 然後他先回去睡 他回去躺著而已 他想說等我回來 我都弄完 因為回來可能要洗澡 會吵到他 他等我回來才睡 結果他躺在床上 也沒看電視 他就靜靜在冥想休息 躺一躺一躺一躺 他說他躺著的時候 就發現 有光 他就想說 是不是我開門了 就外面的光透進來 就他眼睛一看 從門底下 門縫底下 鑽進來兩顆光球 像這樣嗎 就像這樣 像這樣光球鑽進來 對 我等一下再講 他說鑽進來兩個光球 然後兩個光球 就在我的床上面這樣繞了一下 就我該睡的床上 繞了一下 然後在他前面的腳邊這樣繞了一下 繞一繞就出去了 然後那光球一出去呢 一出門縫 就是完全消失在門縫的時候 我把門打開了 剛剛打不開門 不是 就是我剛好這樣走嘛 走走走 他講的光球是我進房間 我進房間 然後他跟我講 那個時間點就是很巧 就是那光球從那個門 門縫一離開 他的視線不見了 我剛好門打開進來 老師 這是什麼狀況 這個情況是因為 你講那個地方 是因為 金山青年混沌中心 前面是有金山公墓 對 那邊本來就有很多 那種靈異的事件 那你說為什麼會有光球 是因為 人死或是一個魂魄 那魂魄 通常這個鬼魂 如果他沒有很大的怨恨 或是他特別獻給你看的話 通常你看不到他全身的影子 你頂多是個霧狀 甚至是一個光球 那光球其實他還有分顏色 你可能沒看過說 有紅色什麼很多顏色 結果這個鬼魂 他怨氣帶的很深 他可能某種顏色 他可能比較 通常白光球來講 代表說這個鬼魂 他本身沒有帶了很大的怨恨心 跟那種氣場 比較平淡的 他會顯示不同顏色的光球 是這樣子 那謝老師為什麼 你就那麼巧 他一出門我進門 這個你是不是會回來 就覺得這個床是我的 所以他們進來看 這個有人睡的 這個位置好像那個 所以大概人家來了 你看你開門的那個時候 人家來了他就要出去了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那個時間也會 他感覺得到他要進來了 因為我們神有神通 鬼有鬼通 所以他基本上 這種比較近的東西 他都可以感應得到 我們一般有一個禁忌講說 女孩子如果那個 每個月固定的那個 親戚來了 不能禁廟 天魁來了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哪一位可以回答 就是那如果女孩子那個來了 可不可以去拜靈骨塔 還有孕婦 據說也不好 到底行不行 這兩種女人 那靈骨塔為什麼孕婦不能去 小孩子不能去 是因為 你要知道 假設你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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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你要去辦我們的祖先 我們的祖先 有兜棒的 兜棒就是男人的夭折 對 男人小人死去 他可能死去之後 沒有人拜 沒有孕婦 但是因為你們 可能江家王家成家 也不知道 你到廟裡面去的時候 欸 我們某某人的兒子 比如說某某人的兒子 某某人的媳婦 已經懷疑一個小孩 這個兒子是男子 一旦如果他懷孕 確定你是男生的話 這個男生通常會夭折 甚至流產 那為什麼 是因為很多島防夭折的祖先 他沒有後代 但一旦你懷孕去拜祂 祖先也會在 沒有 他要討小孩 要討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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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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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種 另外一種是 那個島裡面有很多的亡魂在 那你懷孕的時候 如果說 有個鬼比較爭 我就遇過很多的鬼很爭 這樣 再說一下 說一下料理 開玩笑 但是鬼魂其實跟人一樣 他也有男女受受不親的感覺 但是我們就說 那殺鬼 不要臉的鬼 男鬼 他會摸你 他說你是這麼漂亮 他摸你其實你沒感覺 你覺得我怎麼會耳鳴 起雞皮疙瘩 還有人講說 什麼屬虎的不能參加商禮 為什麼 沒有 這個也是胡說八道 如果屬虎的 太好不能參加人的結婚的結婚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做過十幾次 我做過十幾次的伴郎 那你說這樣 那別人可能會離婚 但是沒有離婚啊 所以正常來講是說 我們到納古塔的地方去的話 小孩子不能去 因為小孩子的天靈蓋還沒避 還沒避 避免髒東西靠近他小孩子 回去會不平安 那掃完木的人呢 不是說不能直接回家 對啊 而且說掃木的時候 如果不是自己的木 可能要帶什麼榕樹葉 像那個阿美姐 是不是要帶子果 我說這樣 有的人去背部的人 比較有敏感性 是 去拜部的時候 會去國父牌 好像會很不爽快 有的就把這種人來蠻的 這是什麼 整個 這叫做抹草 抹草 這叫做青的那個 農業 農業 農業的葉子 那裡面 拿一個紅叉露 紅叉露 裡面 蝦米 蝦鹽 整個六叉 這都比較不適合 是蝦米 還是蝦米 都有 裝米 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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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牽蝦米 這炸 蝦米 鋒米 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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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蝦米 参加完 rival 掃墓完 直接回家 還是要去熱鬧的地方 如果去お pie再見 Reaper 花金 孫ata 花金 你 Working 七張喔 對 這七張比較厚厚的 有的都把這個 我們的年過 還蓋得像一個三千 先去正正的 大家比較正正的 他這種東西 比較不會把我們迷 像剛才這個 這個陳蕾明說看了這個 開始說 我發協調 這樣喔 你發協調 對 我發協調 沒帶來 他來我怎樣 他來一個檔機 那個檔機是在跳左鍋 他沒跳架的時候 好好 沒幫他 他在挖架的時候 正在說我來 他扶著像剛才在拿這個 白色的這個 光碟 沒那麼大顆 沒那麼大顆 他剛才挖在這個大腿 挖在這個大腿的時候 他如果扁挖架 他就幫他 他在跳這個 不是他本來 這就是他們 人家說堂房的年 其中還有一個女婦 這個女婦他不是挖 不是挖在這裡 我的頭到下 噢 那邊這個頭到下 是是是 這種我挖在那裡 這種比較適合 這不是 不是晚上挖得到 日常挖得到 日常挖得到 這樣喔 這是真實的事情 為了說 為了說 去住人家的房間 這個房間 沒有清潔的 也會做 我們要跟他講 我是來 出頭 就大一個 不要跟我們交叉 喔 這也是要 這樣處理才是健康的 對 這種要經常堂到 我們這輩子 台東也有 還堂到 還泡溫泉 二樓就 你不是處理事情 泡溫泉去堂到 三間 處理事情 處理所 對啦 總統這個 別人去住的房間 這也都要去堂到 我剛剛那個問題 不知道謝老師有沒有幫我解答 什麼問題 我剛剛就問說 很多人講 這是很多人的疑問 去掃墓完 或是去參加商事回來 是不是不能直接回家 對 這個問題我沒有獲得解答 一般來說 以前是比較不能夠直接回家 所以以前呢 在清明的時候 在那個前後呢 他十天裡面 他都跟你講說 要你去踏青 踏青 踏青 要踏青 那一般來說的話 以前喔 你在掃墓的墓地的時候 都有那種綠色的那個 我們講芒草有沒有 那通常你要 各玩弄完之後呢 通常是這樣 因為你踩的都是那種 通常清明的時候 會有下一點毛毛魚 對 所以地會有點濕濕 會沾在你的鞋子上 要你去胎他 把那個 那個鞋 那個髒東西刮掉 然後呢 第二個是因為 親在以前中有避邪 那萬一 我們講說 像我們剛剛提到說 女生可能大肚子 比較不方便的時候 可是問一有時候 我們剛好是 比如說我是獨子啊 我就一個人 我老婆大肚子怎麼辦 那你的太太一定要 就記得用紅線 圍一下你的肚子 把圍起來 那是圍在那個 皮膚的接觸面 還是衣服外面就可以 要皮膚的那個接觸面 可以接觸到皮膚的 放在外面太明顯了 你看到我們外面 這樣可以避壞 對 那基本上來說 你只要它圍在那個 一般